明星艺人表明光鲜 也有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美国女子监狱是一部美国喜剧影集 可以说是让串流媒体剧头网 非Netflix名声大噪 但是其中一名演员 丽亚·德拉里亚却指出 她和其他演员在这部热门影剧中 从Netflix获得的海外版税少得可怜 6月的版税只有20美元 大约91令吉 让她非常不满 得拉里亚和其他演员 与电影和电视编剧一起呼吁 提高串流媒体时代的薪酬 并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 代表16万名影视演员的 好莱坞最大工会的 美国演员工会 和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 要求增加串流媒体 电视时代的基本工资 以及计算版税的新方式 并保证他们的工作 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德拉里亚说 很多人认为演员很有魅力 这个行业很吸引人 但他们也会因为得不到 应有的薪酬而罢工 德拉里亚还说了一句话 演员与普通人没有两样 都只不过是小人物而已 shut it down 感谢观看